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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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理念从小扎根 新山慈禁人文学校与新山宽容二小 一起举办《地球的孩子环保营》 共有超过200位的小学老师 学生以及家长报名参加 透过营队 孩子们更深意沉稳认识环保 让环保教育从小开始培养起来 我们学校主办这项活动的目的 是除了我们在学业上表现好 我们要培养同学们 能在环保方面尽他们的一份力量 我们是希望他们从小就培养这种良好的习惯 资源分类 环保校术DIY 节能减碳的LED灯泡 以及学习省水的好习惯 各种有趣的攻占活动 让师长和孩子们亲身体验环保的乐趣 从游戏中增长环保知识 在那里我学到了要如何进行垃圾的分类 也学到要如何拯救地球 要环保 在这项活动我也学习到了要讲座教肃 我改次会和父母一起在家里做教肃 我觉得全城的安排都很有意思 也很有启发性 不只是对小孩 甚至对我们也是起着一个提醒的作用 环保营成功举办 看到学生和家长们的热烈响应 也给积极推动环保的宽柔二笑打了一支强心针 我们会接下去就是说 从我们这个课程过后 我们会让学生每一个都去进行这个环保活动 我会跟师姐的一些讨论过 我们要怎样进行这些研续的工作 让学生们也一起来爱这个地球 从小开始教育 环保观念更容易升职在孩子心中 未来对于整体环境的保护 就能更好地加以落实 大爱新闻中山美志工 马来西亚新山报导